女排的排超联赛 最近也是结束了 进入决赛的队伍 还是江苏女排和天津女排 这样的两支队伍 实力还是很强的 最终 天津女排以2比0的大比分击败江苏女排 获得了冠军 这是他们的三连冠 也是他们队史的第14个总冠军 之前的两个总冠军 都有朱婷 这一次 没有了朱婷 但有袁新月和刘燕涵 只能说 天津队真的是大手笔了 这样的一顿操作 天津女排的实力 就是对手们无法阻挡的实力了 同样的 对天津女排来说 他们也是17连胜夺冠 也就是说 一直都没有输过球 从赛季开始到赛季结束 他们只是输了一局比赛 是的 是一局 而不是一场 如此天津女排 的确太有统治力了 排超联赛最终的排名 也是就此确定 天津女排是最终的冠军 江苏女排是最终的亚军 而对上海女排来说 她们则成为了最终的季军 这样的现实 也是值得关注的 不管怎样 上海女排近年来 虽然没有国手 但因为外援不错 再加上球队的团队性很好 所以也是多次获得不错的成绩 上赛季的她们 还是亚军 那时候的外援是利普曼 那是一名超神的运动员 而如今上海女排的外援 则有金阮景这样的顶级高手 虽然金阮景的年纪上去了 但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毕竟 在之前结束的奥运会的舞台上 金阮景展现出超强的战斗力 最终 在没有理在英里多英姐妹花的情况下 金阮景带领韩国女排再次杀入四强 这样的队伍 很神奇 而金阮景 则是他们的龙头 之后 金阮景也是官宣了一点 从国家队退役 对金阮景来说 她为国家队付出了那么多 选择退役 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 如今的她 年纪也不小了 出生于1988年的金阮景 如今已经34岁了 这样的年纪 算是绝对的老将了 再打打的话 的确是可以退役的了 同样的 这一次的金阮景 也是再次引发关注 至于具体的事情 则是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获得本届排超的季军 但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 并未看到球队韩国主攻金阮景的身影 原因是因为人数限制 金阮景把名额给了年轻球员 对很多球迷们来说 一方面肯定是点赞金阮景的高风谅解的 对金阮景来说 她占过的舞台 大舞台 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样的小舞台 她无所谓 但对年轻球员们来说 则是不一样的 所以她让险了 另一方面 很多人也是对排鞋扯开了就是骂 客观的说 这样的批评与质疑 也是合理的 因为 他们的一些操作 的确太业余了一些 你说是不是呢 不然的话 是不该出现这样的事情的 你说是不是呢 上海女排获季军 金阮景因名额限制 为现身颁奖典礼 排鞋被骂惨了 客观的说 这样的排鞋 在一定程度上 似乎就是应该挨骂的 你说是不是呢 因为工作没有做好啊